买房子要注意什么? 买房子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而且也是一件让人自豪的事情 不过如果有些步骤不注意好 那么买房中途会出现各种恼火和崩溃的事情 我们不光是要关注房子质量口碑等问题 还要注意到其他的相关问题 1.前期准备 一个月在银行卡里存一点钱进去 这样就有了存款记录 会增加你的审核通过率 2.避免定金陷阱 很多开发商会打出多少抵多少的优贵活动 需要缴纳多少钱定金 有些开发商定金还是会退的 有的退的时候就有各种理由了 所以如果交定金必须看好定金合同 3.不要看房屋价格来区分地段的优劣 地段的优劣只是相对的 区分地段优劣要结合需求进行 要是你是自住买房 只要能够满足职场要求 以及日常生活所及就可以了 不需要花很大的价钱去买在市中心 或者交通枢纽地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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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